你刚讲到说三点嘛 那第一点林志坚捐款 到最后瞧出来是30万嘛 因为林志坚哭穷 说他在这个桃园没有再继续选之后 他是失业的拿来的钱 所以270万他付不出来 然后刚上个小时 最后杨明哥也提到了 我不能公开道歉 因为对不对 我有我的压力 那我们等一下压力再聊一聊 没关系 还有那再来就是 提到的说 他在这整体的这个负责部分 开记者会这个是没办法了嘛 然后呢还有双方为什么在比惨呢 杨明哥 其实是这样啊 就是说因为彼此都要讲说 我才是受害者 我才是受害者 那林志坚就说 我本来桃园是我的 后来都没了 桃园是我的 对然后呢 结果那个林志 这个余正皇听到林志坚这样讲 火也起来了 你的生涯就是你的生涯 我的植牙就不是吗 我被烤鸡打一等 我被调职 我都不行吗 然后而且法官还说 对对对他有被冷冻 你知道法官还肯定这个余正皇 然后呢 然后反正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是让余正皇又火起来 他说奇怪 什么桃园是你的 然后反正就是 这一段真的是非常的荒谬 那当然哦 这个余正皇还提到一件事情 就说他最近还被监察院调查 而且是一起哦 这个案子就我了解是一起 大概是五六年前 已经调查完毕 在正峰已经结案的案子 别的案子然后最近又被调查 对已经过去已经被调查过 而且结案 行政调查都结案的 监察院突然又传他要去说明 而且呢 就在他 就是本来要传他嘛 那一天已经 那个日期已经到了 的前几天 然后呢这个余正皇就打电话 跟这个监察院去 去这个说 哎到底我要我要讲什么 这个案子不是查过 会怎么样吗 后来就 反正这个当下这个调查官也没有回应 后来过两天说哦 你不用来了 又说他不用来了 是一个很奇怪的案子 而且这个主查的是这个 这个小英 很热爱的这个监委叫高永成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说 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秋后算账 到现在还在搞他 还在搞他 然后呢 当这个 余正皇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还被监察院调查 然后林志杰说 可是我现在也没有能力帮你 哈哈 不是他整套是在怎么样 不知道 卖惨 就是就是就是他说 我现在也没有能力帮你 好 那整个过程其实 呃 最后会接受 其实其实不是只有这一张 有他总共切了两张 一个叫共同声明 一个叫调解内容 是 那一个就是要道歉 共同声明其实是有道歉的 不是只有捐款 这个撤回字数 跟这个 这个是共同声明 没错没错 没错 就是共同声明 人余正皇临之间 哦 那在这一次呢 经过双方的当面充分沟通 化解歧见 然后第二段就是道歉 本人林志坚愿救台大硕士论文一案 造成社会的纷扰深感抱歉 并对于正皇先生及其家人 造成的诸多困扰深感不舍 还有说他在媒体上 对于的批评不恰当 懂吗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怎么看 很多人说哎呀 于正皇怎么就这个 轻轻放过林志坚了 其实这个我必须要讲 前面我也讲了 林志坚一开始没有要和解 他没有打算和解 甚至他还拟了一个六分钟的稿 他原本以为他是 就是他要在里面怎么去质问林志坚 怎么跟他怎么修理他 他拟了一个 他原本排练 他说大概六分钟 结果一讲讲了四十分钟 就是原本这个工坊 他认为六分钟要去结束了 结果讲到四十分钟 后来律师后来跟他说 说你这个讲太久了 啊有吗 我觉得很快啊 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当然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两边比彩 然后怎么样 那最后让于正皇觉得 愿意和解的关键是因为 林志坚不断的强调 我们不要再看过去 我们往未来看好吗 然后呢 这个我今天希望 我们一定要能够和解 然后怎么样 就林志坚不断的表达 向他是示软 就是他的身段很软 然后向他示弱 然后表达他说 我希望能够和解 那于正皇你要知道 在那个一对一的状况下面 于正皇就会觉得说 毕竟他还是调查局的调查员 他毕竟还在公务机关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 他也觉得 既然你有表达你的诚意 你也愿意跟我道歉 OK好 那他愿意接受 然后这时候律师就进来 就是这个 两个聊的差不多 律师双方律师进来 就给了他一份这个30万的 这个就是说折衷方案 就是有一个折衷方案 那那个 于这边的律师说 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接受 所以30万不是在里面聊好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后来律师 进展律师你准备好了 对对对 后来律师在提出来的方案 所以于正皇基本上就觉得说 反正他觉得他想要 达到就是说 最主要回复他的名誉 让他的日子回复正常 对那可是呢 我说整个过程 其实于正皇 没有要刁难林志坚 整个过程里面 他本来就是觉得 我卷入这个事情我很倒霉 那你总要还我一个清白 但也太不刁难了吧 如果你刚刚那一套 我觉得没什么好妥协的 除非他讲出我未来将会 被高抬怪手放过你 没有他就是看到林志坚 很惨的那个模样 林志坚昨天那个 整个眼神都已经被 他根据在场的人士 知情的人士说 都已经被讲到很 就是无神 两眼无神 那可能也许 那个同情心就起来了 他们最后就同意说 好那我们就签和解 可是就是因为 同意签和解这个讯息 可是他们还在 自争俱拙的时候 刚刚讲了 这个讯息就有媒体 就立个报道了 所以他们在里面还没签 他们看到 我已经和解了吗 我已经策告了吗 而且我在昨天的第一时间 看到这个报道 已经写很完整 里面还特别写到说 从1月起 林志坚的态度 就相当的明显 是要朝向和解的态度 而且拿出了很多的诚意 这部分写的很足 没有啊 从来没有和解的诚意 然后你说12月 还律师还没过去 还发函说要你策告 所以所以我讲 这个对手 就是说林志坚 他们其实有很多小动作 这也是为什么 知情人士要把这个事情 告诉我说 你一定要把他讲出来的原因 因为他 我讲他接受和解 只是希望回复 他正常的生活 他觉得他这个事情 烧到现在快一年了 他够了 不是够不够 你知道他现在在办公室里面 没有同事敢跟他讲话了 然后呢 长官动不动就说 你这个又闹了什么事情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他不希望再被贴一个 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分子的 这样的一个标签 他总是希望回归正常生活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知道 我觉得大家怎么解读 你要说你这个和解 不就是策告 不就是放过了这个事情 就你不是就输了吗 没有 我要跟大家讲解读 第一个 原告去告被告 而这个条件是由原告开出来 也就是余政皇开的条件 林志坚接受 那是谁赢谁输 谁捐钱 如果今天是余政皇捐钱 谁道歉 那才是余政皇输 今天是林志坚要捐钱 所以这个过程是谁向谁道歉 是林志坚向余政皇道歉 所以这个过程 基本上就是林志坚 希望有一个下台阶 但是他们那些网军 彻翼不放过余政皇 还在做认知作战 希望把他扭曲成是余政皇认输 这才是最过分的 我想这个案子很单纯 他就是余政皇 希望回归到他的正常生活 那林志坚我相信 他也希望赶快把这个事情摆脱 因为他还希望有未来 里面我还补充一段 就是其实法官还跟这个林志坚说 如果你以后有一天这个再起的话 你好好照顾一下余政皇 然后余政皇说不要 我才不要他照顾 还是说不要 我不要他再起 我靠他自己 没有 他说我靠我自己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所以其实你要知道 林志坚看得出来是 还有期待能够在政坛继续重新开始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案子截掉 才有机会重新出发 就有多一份力量